川普法律战的下一步 来源 华盛顿观察报 作者 拜伦 约克 面对将法庭胜利转化为总统选举胜利的任务 川普的法律战仍在继续 尽管拜登面临年龄、通货膨胀和边境危机等问题 一些民主党人认为 如果能称川普为被定罪的重犯 足以使部分潜在选民放弃他 从而使拜登连任 然而 目前无法确知定罪对选举的影响 围绕裁决的混乱可能会模糊其政治影响 曼哈顿检察官布拉格对川普的起诉 始于2023年3月 罪名是伪造商业记录的轻罪 并将其升级为重罪 他提起了34项指控 称这是一个新颖的案件 建立在新颖的法律理论之上 布拉格在竞选中承诺追究川普责任 将法律扩展到极限起诉川普 然而 许多法律专家对这一案件感到困惑 法官梅尔坎在裁决时 给予了最有利于检方的解释 陪审团对所有指控做出有罪判决 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川普被定罪的全部内容 川普还面临另外三个案件 机密文件案 2020年选举和1月6日事件的案件 以及乔治亚州案件 乔治亚州案件进展缓慢 机密文件案件陷于停前斗争中 1月6日案件涉及新颖应用法律的问题 最高法院将在6月底对此作出裁决 这些案件的进展将影响川普在2024年选举中的形势 接下来的关键是最高法院对豁免和阻碍案件的裁决 如果川普在豁免案件中获胜 这部分法律战将结束 但可能性不大 梅尔凯已将判刑日期定为7月11日 川普的其他两起起诉 佛罗里达州和乔治亚州案件的未来仍不确定 如果川普当选总统 联邦文件案件可能会消失 乔治亚州威利斯起诉的案件可能在就职前结束 总体而言 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 选举年中一方候选人面临对方当选官员提起的四起形式起诉 民主党人则极力否认这些与党派政治有关 未来6个月的形势仍不明朗 但情况可能不会好转